那么前总统马英九呢是访问道路到了11天了 那么今天中午呢是跟台商们参许之后 下午先参观了上海城市规划展示馆 接着又造访四行仓库抗战纪念馆 它的行程依旧是满档 来看最先的情况 我们要请记者李令涵告诉我们 令涵 好的主播 前总统马英九访问大陆来到第11天 一行人呢 目前是来到上海的四行仓库抗战纪念馆 可以看到马英九很专注的聆听导览 这里是民国26年10月26号 四行仓库保卫战当中 400多名国民党守军 在中校团长谢建元的率领之下呢 死守仓库四个昼夜 那除了是有效掩护主力部队西撤的战略意义之外呢 也由于仓库和位于苏州河南岸的英美租界 只有一核之隔 因此呢这里也让西方媒体很关注 当时四周都是血腥的太阳旗 四星自禁令上海民众激动不易 听到女童军杨慧明冒着声名为选送国旗 代表对国军的支持 马英九则是拍手鼓掌 而一连串事迹呢 也使得四行仓库成为813松户会战的重要见证地 而稍早呢也就是下午的第一个行程 马英九一行人呢 事先来参访上海城市规划展览馆 尽管第十一天行程满党 但马英九依旧是参观的很认真 频频发问 更在稍早的时候呢 就是中午的时候跟台商们参许 他在和平饭店与在场的贵宾们一一击掌问好 那当中呢 包含厦门台商会会长吴嘉莹等人也都有受邀出席 而画面左手边可以看到呢 中午的时候 马英九一行人也一同欣赏着爵士乐 也有和团员们一一致意合照 以上是目前最新消息主播 总统蔡英文出访友邦过境美国 前总统马英九的祭祖行程 也探访了大陆十二天 时事辩论员历史哥就说 两人出访呢 也验证了两个不一样 蔡英文呢 市民也未得 时也未得 是一场自爽自嗨的大内宣 刚好可以充分验证的两个不一样 完全不同的一个状况 蔡英文去到美国 他就是一个完全被美国给摆布的状况 今天美国要你干嘛就干嘛 我们这次可以很清楚的看到 民主党的相关的官员 联邦政府成绩官员一个都没见 不打紧啊 你去纽约 你去加州 抱歉这都是民主党州耶 就民主党的 不管州长市长 每一个人来见啊 都只有国会议员 所以很明显的美国在切割嘛 美国就说我三权分立嘛 所以那个立法权 国会他们要去见我行政权管不到 但在我行政权可以约束到 可以接触到的范围之内 我连地方层级 超过联邦层级 我通通都没有去见 别的不说嘛 请问我们中华民国历任 总统到美国去 是不是见到纽约市长 见到各地的这些地方政府的官员 其实是稀松平常的事情啊 那为什么蔡英文见不到呢 那蔡英文是这次见不到 之前见得到吗 所以这一次把它吹成 所谓的突破简直是荒天下之大 我说真的 再继续这样下去就完蛋 因为为什么 因为现在蔡英文周围在主政 这一些所谓台美事务的官员啊 这个尤其以外交部长 吴钊燮为首的啊 他们在巩固自己的官位的逻辑 是什么 让蔡总统开心 让蔡总统happy 那这件事情就搞定 他们的逻辑并不是说 真正意义上接受外交的部分 去做处理 蔡英文这一行啊 是名也未得 十更未拿 那马英九这一行呢 是名时皆得 那简单来讲 为什么 因为蔡英文这一行有什么突破 啊有啦 台湾总统口头上突破 实质上什么都没有 唯一说要去加速什么 加速美台的军购的对接 更加顺畅 加强均售 对啊 他要赚我们的钱 他自然就要顺畅好吗 这边自爽自嗨 做大内宣 我看的是很可耻 而前总统马英九 十二天的大陆行到了尾声 他在大陆多次讲到中华民国 以及中华民国宪法 时事评论员王上志认为 马英九让这些名词 有了新的定义 他也提出 未来两岸面临冲突 将是台独问题 和外国势力干预的问题 我感觉了出来 在这次马英九去的话 应该是空前的 把包括刚刚提到台独当局也好 包括原先在中国大陆 是很禁忌的 中华民国这个部分 我们都很清楚感受到 有些新的定义 这个什么定义呢 中华民国作为一个 在整个中国总体的历史上 当中的存在 包括先前讲国父 孙中山先生 包括三民主义 这个在大陆 尤其三民主义 是大陆都广泛都爱谈 没有任何禁忌的 可是现在都知道 其实越来越清楚 在这两年 北京方面越来越把台湾的问题 他把台湾问题 不叫做台湾整体的问题 因为有政治民众之类 他慢慢更集中更集中 就是两大问题 一个叫台独问题 一个叫做外国势力干预问题 过去提到中华民国宪法 过去曾经有一个人 那个人叫李敖 李敖当时也是备受欢迎 到中国大陆走了一趟 他最后其实在上海的时候 其实在跟富兰大学对话里头 他把包括中华民国 帮他讲出来 宪法讲出这个权势 其实他一讲之后 你要知道从当天开始 包括从李敖 原先给他很大的空间 马上就封锁了 马上就立刻就规模的很小 然后最后就是不了了之 最后他就回台湾了 当时李敖一开始的旋风 也给予空间 可一提到中华民国宪法之后 马上就封锁或拦截 可是这马上就完全没有 背后的意义就是刚刚我提到的 所有过去非常难处理 在台湾当中很混沌的两岸的 各式各样的政治名词 关键的政治名词 现在就只有两个东西要打击 一个是台独 那台湾当局切割就等于 我想他的意思背后就是台独当局的意思 背后还有外国势力 当然这个部分将是未来两岸当中 有冲突的主词就是这两个 海黄鲍鱼干贝XO酱 这个你只要加上一瓢 味道马上升级 他蛋白质是鸡肉啊 是牛肉还有虾的三倍 更是呢矿物质远高于 鱼翅啦燕窝之上 赶快上快点购 输入我的推荐带吧 CTI627就可以享有折扣优惠哦